原标题 它是李云龙政委的原型 军旅生涯从吹士兵起步 1964年官拜少将亮剑 是一部非常成功的电视剧 至今人们还对其津津乐道 其中主人公李云龙的原型 一般被认为是开国中将王晋山 那么作为李云龙政委的赵刚 有没有现实中的原型呢 有人说开国少将李振 还有人说是开国少将刘友光 但其实还有一个人更贴切 这个人就是开国少将吴孝敏 吴孝敏是商人家庭出身 父亲本来想让他远离战争 自称赋业 但是吴孝敏有大志向 所以在15岁的时候 就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就此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亮剑中的赵刚是个白面书生 刚当政委的时候 还被李云龙瞧不起 吴孝敏也是如此 因为他戴着眼镜 身材瘦弱 所以连长觉得他上不了战场 就把他安排到了吹士班 正常情况下 吹士班是很难晋升的 但吴孝敏只用半个月的时间就当上了副排长 原来吹士班的隔壁就是机枪班 每天吴孝敏做完饭 就跑去机枪班学习操作机枪 更巧的是 在一次突围任务中 机枪班的战士都打光了 这时候吴孝敏就站了出来 不仅修好了被炮弹炸坏的机枪 还用扫射将日军的攻势压了下去 又在几天之后 吴孝敏的部队接到了在文水县伏击日军的任务 当时日军有六个火力点很猛 眼看我军就要坚持不住啊 又是吴孝敏站了出来 用完美的战术动作 先后拔除了日军这六个火力点 战后吴孝敏就连升了两级 展开全文吴孝敏 在机层战斗了八年 立下无数战功 被评为太阅军区模范的干部 而且在太阅军区组织的大比武中 他还在自己参加的所有项目中 都拿到了第一名 1944年10月 吴孝敏接到任命 要他担任386旅二零团政治处主任 辅佐大明鼎鼎的楚大明 陈庚对楚大明评价很高 所以楚大明也是个新 高气傲的人 但是吴孝敏很快就赢得了楚大明的尊重 后来政委被调走时 楚大明主动找到了上级 说没有人比吴孝敏更适合担任政委 于是吴孝敏和楚大明就成了有名的军事搭档 成为太阅军区的军政模范搭档 1946年9月吴孝敏一战成名 全揭了胡宗南的天下第一旅 而当时吴孝敏只有一个团的兵力 1955年寿贤时 吴孝敏只是大孝军贤 但在1964年 他被晋升为少将 遗憾的是 1977年时 任济南军区副司令的吴孝敏 在连夜赶回军区的路上 突然感到胸部剧烈疼痛 但他以为坚持一下就能挺过去 结果因为心肌梗塞离开了人世 年仅56岁 吴孝敏去世后 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 他也是建国后唯一一个死后 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的 大军区副司令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